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三路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 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 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氢胺 为了非法获利 一些奶站经营者为着良心 向鲜奶中添加含三聚氢胺的蛋白粉溶液 2008年 中国多家奶粉品牌被检出三聚氢胺 导致至少6名婴儿死亡 近30万婴儿患上结石 现在抢奶粉抢到金门来了 政府今天开始 行载旅客拐带奶粉出境 世界连根斩断了中国消费者 对国产奶粉的信心 一个庞大的群体 奶粉难民由此诞生 毒奶粉事发后 进口到中国的奶粉量 连续多年飙升 洋奶粉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大 十年后 中国人为什么依然不相信国产奶粉呢 因为最初发现毒奶粉后 企业和政府试图隐瞒 信用双双破产 而那些失职的官员都在几年后升了官 至于出问题的企业 除了三路倒闭 其他只受到轻微惩罚 后来都发展壮大了 这些令人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 羊奶粉以安全为卖点 趁机大作广告 深入人心 而国产奶粉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不断爆出问题 致癌物超标 出现老鼠屎 激素过量导致幼儿性找熟 人们开始盲目追求 外国本土生产的奶粉 2015年 中国应用而配方奶粉的市场 高达1000亿元 其中跨境电商和海淘占150亿 明明能在家门口买到进口奶粉 为什么还要去国外代购呢 香港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地方 出口的产品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比在内地发生的几率要小得多 进口奶粉也是在中国分装的呀 用的也是中国奶源 能好吗 国外代购还便宜了呀 中国是全球奶粉零售价最贵的国家 奶粉为什么这么贵 除了最高达到40%的渠道费 各种税费以外 洋奶粉也深知中国消费者的重养心态 不断提价 同样一罐奶粉 差价71元 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 通过代购每月最多能省355元 一年下来就是4260元 正因为此 奶粉难民到全世界疯狂扫货 造成多个国家和地区 奶粉短缺 断货 民怨沸腾 主要受灾国纷纷推出限购政策 限购挡得住奶粉难民吗 香港实施限奶令以来 水货客依旧络绎不绝 奶粉难民在全球遭到歧视 排挤 2017年年底 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宏斌 在一个论坛上说 被三聚氰安等质量安全问题 困扰的时代结束了 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真的是这样吗 2017年 中国人消耗大约100万吨 婴幼儿奶粉 花费1350亿元 这其中 国产奶粉只占三成 2018年 中国规定在大陆境内销售的奶粉 必须通过配方注册 并在大陆设有工厂 截至2018年年初 获批的148家企业中 只有46家国外企业 这一举措被视为 对国产奶粉的保护 不过这样做 真的能够修复 政府和企业的信用吗 奶粉的问题还没解决 疫苗又出事了 可以让大家多好在那儿 在买 mistakes 应该不会可能 未经许可 可以让我们适当一下 那因为对国产蒙之地 来勿许可 突然来有点 为了 黄氏